国立中山大学附属国光高级中学 64周年校庆运动会开幕典礼 典礼开始 表扬本校第九届杰出校友 接着颁发学术成就类 吴忠宏校友 民国70年国光国中毕业 先后取得美国德州Tilton State University硕士 美国德州Stephan F. Austin State University博士学位 现任国立台中教育大学 永续观光级油气管理硕士学位学成教授 永续观光研究中心主任 台湾环境解说与自然教育协会理事长 中华民国消费者文教基金会委员等职务 吴教授曾任明星科技大学服务产业学院院长 并获选交通部观光局 观光产业关键人才培育计划 观光游乐业行销管理教案中资讲师 行政院科技部优秀年轻学者研究计划 台中教育大学教学优良教师 以及研究优良教师 恭请校长颁发当选证书 邀请吴教授的恩师潘英丽老师 上台为我们颁赠讲台 现在邀请一同与会的亲友师长上前合影留念 今天出席观礼的由吴忠宏教授的母亲以及夫人 一同分享这份荣誉 请亲友及师长 先回座 现在请吴教授为学弟妹勉励几句 陈校长以及教授 以及我们在场各位很多的校长 很多的老师 特别以前教过我的许许多多的老师 今天看到大家心里面是很激动的 到今天刚好我国中毕业四十年 然后刚才我们的杰柱校友 我们的学长张校这个张医师 他是一个真正非常值得担任接触校友的人 这样子那我是一个斜杠人生 那因为我们在场有许多的线上的同学 老师那我想勉励大家 每一个人只要你不放弃 成功都有可能是你的 我不是一个会读书的人 我真的不会读书 我们教过我们的老师都可以作证 我成绩是不好的 然后你们都会觉得说 讲话都讲这么假这样子 我的研究生每一学期第一天开学 我一定跟他们说 恭喜你们考上大学 而且是考上研究所 而且是国立大学这样子 然后他们越听越奇怪 我说老师真的很羡慕你们这样子 因为老师没有读过大学 你很假耶你真的很假 我说真的我没有读过大学 我考过三次大学连考都没考上 但是我今天能够站在这个地方 接受母校的接触校友 而且还是学术成就 我不晓得你们能够体会我的心情 如果有机会我可以跟同学们分享的话 我一定会鼓励同学们 一时的失败 不是失败 真正的失败 是当你跌倒了 你不想站起来 而且你不愿意面对 我很谢谢我的爸爸跟我的妈妈 让我能够在电脑场这个地方成长 很多电脑场成长出来的小孩 毕业之后 现在在全台 甚至全世界各地 有很好的成就 我相信电脑场是一个 很好培育台湾精英的地方 我们的自来水是很好的 在我们那个时候都可以生饮的 我们的鸡仔冰是很好吃的 所以只要在外建市碰到果光毕业的 通常我们见面第一句话 那鸡仔冰不够好吃的 一支五百年 那个时候一支只有五十而已 但是好像现在实际上是好贵 所以我想今天回到这个地方 能够让母校来帮我这样一个结出成就 我真的要谢谢我们在座很多的老师 因为你们的不放弃 因为你们的鼓励 或许你们无心的一句话 让了这个学生可以持续有走下去的力量 当然我们每一位同学 不要看到大家好像都很会读书 都很厉害 然后你就失去信心 因为条条大路通罗马 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成功 只是看你愿不愿意坚持下去 那今天也借这个机会 然后再一次感谢母校 过去所有老师们的栽培 让今天我能够有机会在这个地方 跟大家一起分享 也希望将来有更多的机会 要来诉说我那过去悲惨的日子 三天三夜都讲不完 谢谢大家 谢谢五中红校友的勉励 请大家再次给予热烈的掌声 非常感谢我们今天七位的这个杰出校友 利临我们会场 而且呢有这么多亲友共同来参与 再加上呢有我们师长们亲自颁给他们 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国光精神的传承 那刚才学长姐们都给我们非常多的勉励 那我希望信我们的同学一定可以谨记 我们这些学长姐 无论是在学习上面或是工作上面 坚持的那个态度跟价值 我想这个也是人生在生命当中最可贵的部分 那再次的感谢今天各位的历龄跟出席 恭喜大家也谢谢大家 谢谢 那我们可不可以邀请那个七位杰出校友 也不perso呢 就是说还有很多